剛才通過那條通道進來 這裡已經有個電 慈航普道 這裡有兩棵大龍樹 生菜爆炸燒肉 嘩真是 怎麼這麼說 你不說它是齋的話我真的以為是燒的 這個就是齋三文魚 快點看看 好似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裡是北京路 今天星期開始 過來逛逛北京路 好久都沒有來北京路 人流不太多 現在中午時份 北京路是有些外地遊客來的 但不多 最近的天氣也很熱 我打算 找點東西吃 北京路是一個暴行街 電雞都不可以進來 看到保安 把電雞 串離北京路 前面有這些遊客 拍照打卡 這裡有一個 廣州古城 地圖 地圖無形 應該這樣說 很多 很多遊客都會在打卡 拍照 這裡玻璃下面 就會有一些 舊的鬆蓋和明代的馬路 發掘出來的露面 我拍攝給大家看看 先試一下 讓別人去參觀一下 外地遊客來到北京 來到北京路的話 一定很多都會來到北京路 打卡拍照 去到節假日的話 就會人頭湧湧 水事不通 這個阿哥拍照 就是北京古道的遺址 古代的宗族線 古代的宗族線 作為廣州人來講 由小到大 會到節假日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去北京路逛街 現在的話當然不會 現在都是電購網上 廣州人一般來講 很少來北京路 如果是北京路的話 來北京路的話 是外地的遊客多 每逢過年過節的時候 春節的前夕的話 來北京路逛花街的話 也是 廣州人的 指定動作 指定動作 我現在的左手邊就是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廣州市青年文化工 我們小時候很多時候來這裡是看電影的 青年文化工 現在門面的 字的裝修改了 但是 地資是沒有變的 還有一些 新華書店 我走近一點才拍 正面給大家看 有時候會是月秀書院街 月秀書院街 新華書店 我們小時候就來這裡買書 現在我在門口看下去的話 很多似乎 買了很多文創產品 不然不是賣書 最重要 上架就大變樣了 這裡還有一間新華書店 這裡 沒有電 真的嚇了 原來新華書店有兩個門面 喔 李白行 港白就不少得了 港白 這裏前幾天才被雅損壞 現在正在修緝 幸好不是一些文物 只是一個 排便 他這裏黑了一些字 影子可能看不清楚 就是講廣州市的城門歷史 現在走過去 今天我就上去大佛寺 莊煮香 順便 吃個齋菜 如果在大佛寺吃個齋菜的話 這裏就 比較貴 不便宜 所以我打算在大佛寺對面 有一間新開的素食館 吃個齋菜 在這裏 這裏應該是西湖路 西湖路 這裏 港白的門口也在這裏 西湖路 大佛寺就是左手扁 除完美 吉利丘 中間 再中間 我放入night 那裏 那裏 對 大利法子 歷史很悠久 大利法子 經過這麼多年戰亂變遷 現在大法子已經重修過 我現在走進去 我在這裡走進去 好像是旁邊的門進去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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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門進去 慢慢進去 剛才通過那條通道進來 這裡已經有個電 慈航浦道 旁邊這裡有兩棵大龍樹 佛電之內說明是不可以拍攝的 所以只能夠拍攝佛電之外的景色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打算穿過這個佛電 去到下一個大電 大紅寶電那裏 去參觀一下 來到這裡 這裡穿過剛才的大電那裏 你們都是大紅寶電 在這個廣場裏面有很多善信在這裡參拜 這個三周感應的電 在這裏面供奉了尼立法 這個電的後面就是去到惠福東路 我現在用這個角度拍攝大電門 這個廣場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裝了轉香 現在我準備走出去 我知道大佛芝對面有齋菜吃 我今天去吃個齋菜 大佛芝走出來的話 對著就是港版 港場 左手邊這裏 進益匯 三樓有個齋菜館 在這裏吃個齋菜 這個齋菜的話就是比大佛芝便宜 就是這間進益匯 在三樓 沒有電梯 要走上去 真的有少少不方便 這裏二三樓都有很多食肆 我現在上三樓 就是這間 進去 正正的窗口位就看著大佛芝 餐廳不是很大 不過就很 很雅致 不容易 先看看這間 主菜可以選擇 手遊 這間很豐富力的餐牌 很脆的燒油 很脆燒油 就是燒鵝 就是燒鵝 海草玉米軍藍 翠綠春卷 三文魚黃金刺身 蠻莽之暖 沉皮竹鵝 脆皮燒鵝 帶燒鵝 下面有些甜品 碗仔刺羹 咖喱時梭腐竹 主食有這些 咖喱半麵 腹氣滿麵 牛頭菇湯膠 現在是想主推肚餐 這是68元一位的土餐 我選了這位土餐 我選了龍獸球品燒冬瓜 然後生菜包燒肉 脆皮燒肉 加燒肉 很香 菜品不多 本食不多 主推肚餐 68元這個價錢就可以了 好 好 他們上菜我都上得幾快 第一個上來就是 番茄八香果 這個是中式飲品 裡面是甚麼呢 等一下要試試 才知道 這個是瘦球菌燒冬瓜 瘦球菌燒冬瓜 我就是二選一 還有一個是龍爪菌燒冬瓜 這個龍爪菌是瘦球菌 不知道 一下子 我試一下 一下子都離開 謝謝你 這個半點 哇 賣相就一流 多亂 這個草丹文魚是摩魚做的 先吃沙拉 好的 這個是送菜 這個要帶著手套 拿三四包給你吃 好的 麻煩你 可以了 我明白的 好吃滑 番茄八香果 好吃 我現在就先拍完 所以我這個套餐 這個就是我整份套餐 全部放出來 我等下一份一份一份介紹給大家 這個就是那個番茄八香果 這番茄八香果 整個味道很清新 怎麼說 很適合這個天使吃 吃這個做一個開胃菜是很棒的 這個菜 一個碟 清新 舒服 這把香果很香 配到番茄裡 哇 很棒 龍爪菌炆冬瓜 這個應該是那個龍爪菌 這塊應該是冬瓜 我試一下試一下 試一下味道 這個龍爪菌 這個叫爽 好像吃雪兒一樣 味道就 比較清淡 吃品類的話通常都是吃口感 之後就冬瓜 有冬瓜 就是冬瓜的味道 就是冬瓜的味道 因為冬瓜的味道比較滑 味道比較滑 所以這隻菌就好像吃雪兒一樣 很好吃 有點鹹味 嗯 很棒 我想說這裏的茶蠻油的味道 就是這樣說 你不說它是施的 我真的要是一塊燒的 真的 真的耳鑑亂身 真的耳鑑亂身 我覺得是什麼味道 而且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做 剛才那個服務員 就是要分配我用手套來吃 現在就看看 是仔燒肉 仔燒肉 我先試一下 試一下到底是什麼 來的 這個燒肉很好吃 很好吃 好 我真的會吃燒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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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吃的 它真的好像有些肉 它這個東西一定是炸過的 嘩 正 我等下買一買這個 我不喜歡它 包著生菜不好吃 直接吃這個街燒 真的好像吃了一塊肉 這樣 不是說少 很痛 這就是齋山文魚 快點看看 我們先看看 嘩 好像 青瓜 這個是什麼呢 它就放了芥末加醬油 嘗嘗 嘗嘗 三文魚 把芥末加進去 不行 我把芥末加均勻 剛才那個 街燒肉真是 嘩 真是幾可憐 味道又很好吃 我想說 這隻三文魚 一吃下去 是有點爽口 你一吃就知道 它是一些素菜 但是有些三文魚味 有些三文魚味 可以這樣說 你知道是吃了假三文魚 但是 你知道是吃了一些素菜 但是有些三文魚味 嘩嘩 到底它怎麼做出來呢 怎麼做出這種味道呢 剛才那隻燒肉有餡 看看這是什麼 好像是奶油 對 奶油 就是叫了 一集 有些 一些 這叫 一個 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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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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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另外我想問你那隻債燒肉是甚麼製作的 哪隻債燒肉 剛才我製作的那隻債燒肉 是素燒肉 是花生蛋麥片植物製作的 花生蛋麥片脆皮是用麵包皮製作的 嘩真是好真 中間那一層是用花生蛋麥片製作的 那這隻三文魚呢 真的有這隻三文魚味 是蘑菇和蘑菇製作的 嘩真真 因為蘑菇製作的口感是Q彈 那個燒肉是花生蛋麥片加麵包皮 加麵包片 是脆口麵包來的 我知道是脆口麵包皮 那層是粟米澱粉 粟米來的 玉米澱粉 玉米澱粉 就是救命那一部 嘩 嘩 好似 不是有醬汁 不是醬汁 不是外面的醬汁有好味 醬汁是我們自己調的 嘩 真是很討厭 是呀 每個吃都很好 嘩 口感很討厭 有些食物都不敢吃 全部都是植物做的 我都懷疑我正在吃肉 你知不知道 謝謝你 這個菜是我們研發出來拿出一個磚味 哦 我們自己研發的 嘩 是 花生加麵包片 花生加麵包片的肉呢 花生蛋白片 嘩 裏面有些什麼東西呢 看不出 本來這個是先食的 現在我變了後食 裏面有些蘑菇 嘗嘗 好味道 有些粉絲 有些腐竹 有些蘑菇 加了一些胡椒 甜出來的味道是很好吃 這個真是百分之百齋 還有它的胡椒 味道就剛剛好 嗯 草菇 嘩 好棒 主食就是椒麻拌麵 椒就是辣椒的椒 麻就是麻麥的麻 這是椒麻 這裡一粒粒的就是 可能它說是椒麻 就是拌麵 上了路頭好像有些刺在一起 可能我等下吃的時候就要分開一下 其實有炒飯 我今天想吃麵 所以就要了這個 我先試一下 試一下新鮮 我先試一下椒麻拌麵 它真的黏起來很重要 去拿一個甘幫幫手 拌開 對呀拌開 現在鬆散散好一點 剛才的黏在一起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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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些粟米 試試什麼味道 有些麻辣的辣椒味 這些麵不是鹼水麵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麵 不是蛋麵 油很香 那些椒麻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椒 可能是黑胡椒 加上生油 混合在麵上 有些少許一般的辣不太香 加上油香 加上麵質是蠻好的 我可以想過我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這個麵不是很港式那種 港式很喜歡吃的麵 但這個麵的味道我喜歡 這麵是配青菜 這個就是菜心 現在吃菜心就不是蝕子 無論好吃不好吃的話 我都不想點皮 因為說一句半句 看看吧 因為現在吃菜心真的不是蝕子 不是蝕子 不是蝕子好不好吃 點也好 試一條青菜 這麵是蝕子 可以的 可以的 蝕子 不差 吃完這個麵 配上青菜的話 真的飽了 一樣的 這個套單在網上購買 $68 我剛才在大份子裏 他們都有債吃 他們$108一個人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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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是貴的 我當然不在這裏認識 在這裏認識 加上在網上看的 食物的採照 是蠻好的 蠻吸引的 所以今天專程禮罰 禮罰過來吃個債 你看有沒有令我失望 幾點神氣 看看 嗯 每個人都令我幾悶 都不錯 嗯 菌呢 菌是稍微差一點 那些是不可以說差的 是不適合口味 那些菌只有一個爽 像吃雪耳一樣 頭髒而已 只有一個爽 其他就是 一般 有益的 吃菌就有益 現在吃飯時候 人客就多了一點 雖然不滿桌 不過可能這間 這間餐廳的話 有很多問題 去三樓 一個商場的三樓 又沒有電梯 但是裝修 食物得數 沒有這個環境 還有在窗外 窗外 看得到 隔壁是大分子 我剛才也拍了給大家看 很棒 所以 不錯 最後這個是甜品 椰汁淘膠 似乎的色一點 椰汁不用說 淘膠 淘膠好像 還有一些 大冰的啫喱 這是甜品 好適色 真的好適色 大碗一點 麻煩你 試一下甜品 椰汁加啫喱 嗯 甜品剛剛好 還有 其他就不用剪平了 因為 糖水 吃完齋菜之後 就來到西湖路 對面就是大佛寺 這一餐我幾滿意 現在的齋菜可以這樣說 不單是欺騙了我的視覺 還欺騙了我的味覺 不 這裡是光明廣場 晚了 西湖路 明顯遊客多了 明顯遊客多了 我現在就向北京路的方向走 準備回家